羅文開箱 哈囉大家好我是羅文老師 歡迎來到我們的羅文開箱的時候啦 我們今天不是在講羅文講歷史喔 我們今天呢請到我們的洪浩老師 欸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呢要請洪浩老師來幫我們開箱一下 台灣的這個歷史課本 這是台灣的高中公民南移版的 這是台灣國中公民南移版的 那我們今天呢要講的就是有關於那個六四事件 對岸來講會比較敏感一點啦 對岸的話叫什麼 89年春夏之間的政治風波 那也有的人說叫做六四事件 因為之前我有開過嘛 六四的相關的這個課本這樣子 可是我們還沒有開到我們這個最新的108課綱的 我們台灣這邊怎麼來看待對岸的這個六四這個事件 請洪老師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國中跟高中的教材怎麼來描述這個六四天安門事件 那各位同學其實六四天安門事件呢 在我們的國中跟高中的考試當中呢 以國中來講他是有考試的機率 也就是說如果考到中國史 中共歷史大概就考五件事情 基本上抗美援朝然後大佑信然後文化大革命 我們就說毛澤東幹了三件事情 鄧小平幹了兩件事情 一個叫改革開放一個叫六四天安門 那按照現在的課本如果再搭配地理概念的話 還可以再加上習近平的一帶一路 所以基本上來講準備中共的歷史 只要準備完這六件事你就可以看起來了 在中共這個地方你已經打一片天下無敵手 分數你一定拿得到 比較讓人家覺得現在的狀況比較意外的是說 他現在的課本 他的整個六四天安門在國中他只有半面 七行一點點他把它縮少了 然後圖片呢有三張 一個就是那個大學生在天安門那邊靜坐的 然後另外一張呢就是那個坦克人 最後那個坦克人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那個坦克人被壓過去 事實上沒有 最後那個坦克是照過去 所以說很多人以為他被壓死 然後後來這個人被帶走 後來這個人被他的朋友給他 被他的朋友帶走 所以他沒有被壓死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歐美民眾聲援北京大學生 因為在歐美世界級的大事嘛 所以也有這樣的聲援這樣子 那這個國中課本呢他是這樣寫的 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 教育程度提升 對外交流增加 知識分子開始追求民主 但鄧小平呢在政治上仍維持一黨專制的模式 然後在1989年的4月呢 北京各大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政治改革 中國政府於6月4日出動軍隊鎮壓 四圍六四天安門事件 事件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 好就這段話 那其實從這段話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台灣在撰寫這個課本的時候 他企圖想要導向什麼 我個人認為他想要帶一個觀念 中國人想要民主 但鄧小平想要一黨專制 所以學生聚集這個所謂的抗議 鄧小平就開坦克年報他們 學生讀到這一段之後 當然再加上我們台灣現在有這種抗中保台的氣氛 當然會讀完這一段 當然會對於整個中國共產黨 當然會有一個更大的一個惡感 這個是國中課本的處理的部分 那高中的部分呢 高中的部分呢 他比較多了一點東西 因為說實在的 國中的部分 他比較沒有去提到他的一個前因 他就講到他的結果 時代背景也沒寫 他只有草草的帶過 所謂的經濟快速開放 知識分子開始追求民主 那其實他沒有提到一個 天安門事件的一個引導線 其實就是胡耀邦的逝世 那在高中這裡有提到 1989年民眾為了紀念胡耀邦的逝世 主動走上街頭要求政治改革 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聚集抗議 這個風潮呢 擴張到上海武漢等大城市 然後呢 延伸成中共內部改革 跟保守派之間的鬥爭 他其實講比較完整一點 其實裡面還有內部鬥爭 後在鄧小平的受益之下 解放軍在6月4號進入北京展開 軍事鎮壓 他視為六四天安門事件 高中的比較完整一點 這個標題很重要 穩定要倒一切 對岸就是說要維穩嘛對不對 六四之後 中共在政治上更為保守 再加上國際之間呢 對中國展開經濟制裁 影響到改革開放的政策 為了防止呢 這個改革開放政策遭到否決 1992年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 深圳珠海上海 然後發表著名的南巡談話 然後維護那個改革開放 因為他就說嘛 誰不改革誰就下台 後來改革派還是全面壓倒保守派 所以其實說實在話 號稱說 國中是半夜 高中是一夜 但是高中的一夜 其實也沒死行 因為後面其實在講的 就跟六四天安門 就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他就想說 江澤民、胡錦濤 跟習近平的前期 就開始延續了 鄧小平的政策改革開放 然後中國的經濟起飛 然後那是後來的 但是事實上 他也是大概就是八行 多一點 但是他多了一個前因 他有一個所謂的前因跟後續影響 他有提到 高中跟國中的處理就是說 高中比較多的在講這個現象 他最後的開始跟結束 可是 在整個六四天安門事件 他又講到他的一個背景 對 那可是六四天安門事件 就即便是台灣的高中課本 我都覺得他的背景 寫的並不是這麼的完整 然後呢 再來他的一個後續的影響 他有提到了最關鍵的部分 就是穩定壓倒一切 那這個地方就給了老師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實話說啦 以國中跟高中來講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高中的風向 比較沒有像國中的風向這麼的一個明顯 明顯 在當時 六四天安門事件 是可以避免的嗎 那為什麼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因為其實像我們自己在上課的時候 我的時間如果有多一些的話 我都會跟同學這樣講 六四天安門事件 他發生了哪一年 1989 1989 1989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份 1989基本上 東歐發生了一件很恐怖的事 叫非共話 所謂的非共話就是說 整個東歐呢 大部分的共產政權的國家呢 他一一的瓦解 那為什麼會一一瓦解 這其實跟蘇聯本身的經濟崩潰 還有各巴西夫個人的意願 有很大的關係 那因為各巴西夫他不想鎮壓嘛 這些東歐國家 就開始有民眾湧上街頭 並且導致政府的垮台 說實在話 東歐這些政府 每一個都是所謂的獨裁類型的這種政府 算是這種權力比較大的政府 為什麼一瞬間之間 會有骨牌般這樣的倒台呢 這麼大的事情 美國的CIA沒有在後面操作 我是不信的 那當然今天呢 有了這個胡耀邦過世的事件 那胡耀邦他是一個改革派 趙紫陽跟胡耀邦 這兩個都是我們剛才在高中課本裡面 有提到的所謂的一個 改革派的一個角色 開明派 但是你要知道一點啦 胡耀邦跟趙紫陽 開明派的也是鄧小平扶起來的啊 對啊 其實鄧小平那個時候就是要改革開放 只是有時候因為這個步伐很難抓 你開放的速度的快慢 然後跟那個步伐 他們有點走太快了 你是要怎麼樣開放 是政治經濟全面開放 還是經濟開放 巧克力冰淇淋跟香草冰淇淋 有的想要吃整支吃巧克力的 有人想要吃整支香草的 有人想吃綜合的 有人說綜合的 我要香草推點的 那其實鄧小平的觀念 就是跟趙紫陽 跟胡耀邦的配方 很明顯是不一樣的嘛 保守派的配方 他又不一定全要 所以鄧小平他變成是一個 夾在中間的一個狀況 然後最後還是要做出 那其實我個人相信 六四事件 絕對有美國 在背後 對這些 所謂的學生 三風點火 中華民國文 當然也有操作啊 你記不記得 我們那個小時後 那電視 計劃24小時直播吧 我們也有人去聲援那個六四 然後在中央紀念堂 在那邊 所有只要對中國共產黨 有敵意的 他一定會去操作 那我必須得很中立的講 如果今天你跟他是敵對 你會不會操作 你一定會操作嘛 那中國在介紹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輸入百度 輸入六四事件 很詭異你找不到的 你輸入六四天安門 你是找不到的 所以百度他有一些 字詞上的一個設計 所以說也不是說 對岸就是完全不能夠搜尋到六四天安門事件 只是因為他稱呼不同 所以說台灣有一些很鬼扯的消息 什麼5月35號啦 什麼巴德二平方不能打啦 連六四當天寫今天 那都不行沒有那麼鬼扯 我都輸入過了 通通通 不是沒有東西 又不就是找不到 他的想法叫做 89年的春夏之交的政治動亂 所以老師六四事件也找得到 我輸入六四事件跟六四風波 六四風波也是有的 我輸入六四風波的時候 我是在哪裡找到這個新聞 你知道嗎 中國共產黨的網站 網站裡面 黨的網站喔 百度呢 百度也有 他就直接連接到黨的網站去 因為你今天呢 你中國也不可能說 他完全的跟你講 沒有六四這件事情 你不能這樣子騙人 但是 中國怎麼講 好 我們的課本 我們高中課本這裡顯得很明顯 穩定壓倒一切 這句話是鄧小平說的 習近平到現在講 維穩維穩 什麼叫維穩 維持穩定 維持穩定是 中國的不二二八寶 所以今天中國大陸 不論發生任何事情 他一定第一個要求 穩定智商 穩定社會次序 穩定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對 今天你這群學生 你是學生也好 你是美國CIA控制也罷 但是直接就有一個問題 站在共產黨立場 你圍擊我的統治啊 你有可能會讓我這個政權 會瓦解啊 我派坦克 那是剛好而已 這件事情你站在 學生方的立場 跟站在中南海的立場 中南海當然覺得說 我今天再讓你們下去 你們如果裡面有美國的這個 真的操縱的話 夜長夢多 其實我說實在 不要講說有美國操作 你當年美國難道就沒有鎮壓過嗎 就是很多人都講說 在譴責說 中國六四有鎮壓 但是美國你們自己的鎮壓 你們難道沒有嗎 其實也有啊 對不對 事實上 美國的蠻多 他底下的盟國 南朝鮮也發生過這件事情 像光州事件 鎮壓 其實真的遇到那種很大那種動亂 每個國家都會去鎮壓 只是這個事情會被突顯出來 還是你要看兩岸關係 當然這件事情 從1989一直到今天 已經過了30年了 過了30年之後 你去問北京市民 你對於當年的六四風波 有怎麼樣的想法 有相當大部分 他們會覺得那一次的鎮壓 是持正面的態度 就是他們覺得說 已經失控了 很多人都覺得說他是直接鎮壓 其實不是喔 其實趙紫陽已經出面 已經有好幾次跟學生溝通過了 老師而且我跟你講 對 六月三號的下午 中國共產黨 有對廣場 告知我六月四號要清場 我六月四號要清場 我已經叫你們走了 溝通也是有溝通啦 對不對 然後當然有一部分學生退掉 但是有一部分比較激進的學生 還是繼續留在那裡 那其實對於民眾來講的話 因為學生說實在 學生他的想法會比較激進一點 那甚至他有沒有可能被影響 不要說被洗腦 他被影響 中共其實不是說沒有妥協 他已經有妥協 趙紫陽已經有妥協 就是你們先回去 然後你們想法 我一定會好好的 不過趙紫陽被軟禁了 就是因為他後來沒有處理好 四月五號 一直到六月四號 兩個月的時間都降在那 其實如果要去了解一下 六四的一個全貌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1989年 他到底整個國際發生了什麼事情 還有四月五號那群人士 開始怎麼樣聚起來 還有當時那 將近兩個月的整個輿論的風向怎麼樣 其實一開始 他只是單純的調念這個胡耀邦 到後來甚至已經還有一些 想要取代政府的這種聲音出來 簡單來講他後來已經有要 你要推翻政權了 對你還弄了一尊民族女神 對著毛澤東的一個像 等於是說活動到了後期 他有辯子 就像香港2019一樣 2019其實說真的 中共一開始他也 雨傘革命這些東西也就 本來的訴求是 反送中這個條款而已 可是到最後已經 變成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句話中國就會問你一句話 你要從誰的手上光復香港 還有你要隔誰的命 你已經講到這了 站在當權者的立場 我再不動作 那我就是會被推翻 踩到底線了 中共的底線其實就是 不能夠危及到它的安全穩定 然後還有一點 大陸人其實普遍的想法 其實也是說實在是這樣子 穩定還是最重要的 因為有一句話 再壞的秩序都比沒有秩序好 我再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覺得在1989年的這些 已經有點年紀的人 他有經歷過1966到1976嗎 他如果有經過1966到1976 他就很清楚知道什麼 這都穩定壓倒一切 對他來講嘛 一樣都是亂的 你太左也是亂 你太右也是亂 比較大家就想要能夠 穩定求發展 所以說六四在中國 他不是不能談 他可以談 但他有標準答案 你不要講錯答案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很多外國記者都在 所以才會有留下這些照片 這個是在北京飯店拍的 那個應該也是清場玩的 那個坦克準備要退場的時候 然後被那個擋住 不管如何 他還是一個以悲劇來收場的事件 但是我們不能夠只看到一面 像我們台灣就只看到一面而已 就是說 你看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然後中共就派坦克車去鎮壓他 你只看到這一面的話 你沒辦法完整的知道 這樣子太單純了 就好像我們台灣在談論228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樣看到一面而已 然後老師我再跟你講一個更巧合的事情 1989年6月中國發生完事情之後 1990年的3月台灣也發生事情 我們不是天安門廣場 我們是中正紀念堂 大中自政門 廣場這樣子 所以老師你有沒有發現到 1989年 到1990 這一段時間 真的全球 全世界級的一個 在蘇聯叫蘇東坡 東歐巨變 對 影響到的是全世界 只是有些他就是 擋不住就開了 其實某種程度 台灣也算是威權政權 至少在199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你沒有把戒嚴令 跟動員勘亥臨時條款 你沒有把這兩個拔掉之前 台灣就是威權政權 對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到 1990年的3月 李登輝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手段 跟中國在處理這件事的手段 你會發現到 李登輝銳智許多 就不一樣 有前車之劍 結果說李登輝他的手段 其實跟趙紫隆 其實有點相像 我就召集學生代表 我們來談 你們要什麼 然後我可以讓的 我就讓這樣子 那只是我們台灣就沒有出現 像對岸六四那樣子 就是有一些 就特別激進的選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我已經讓步了 你還要繼續嗎 然後再出動這樣子 然後鄧小平也為此也有付出代價 因為他後來就是 持續黨內一切職務 在這個八九六四之後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說 因為開明派的人 也是我服上來的人 好像趙紫隆跟胡耀邦 也都是他所認為的很好的人才 那今天因為這樣子 然後導致失控的局面 他有責任 最後他還是下台 但是我們必須平心而論 如果那個時候 中共如果沒有去做這樣的動作 之後有沒有可能因此 然後導致天下打亂 然後導致整個那個 中國可能就真的分裂啊 或是又進入一個 新的一個內戰時期等等的 至少會說 六四天安門這一次的鎮壓 他讓中國共產黨 等於是說 他把原本可能會 遞出去的麥克風 把他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上 而且中國共產黨 更能夠以他自己的步調 去進行這個改革開放 不論是好或不好 我也不能說改革開放完全是好 改革開放造成很多 貧富差距問題 這個也是事實 但至少會說 六四天安門發生之後 中國共產黨他變成能夠 他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 節奏去做這件事情 我從結果出來看 中共的這樣子的一個 漸進式的改革 其實的確比那個 當初的俄羅斯還好很多 那我們從 國共的課本跟高中的課本 來看到我們 台灣對於這個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一個觀感 那各位同學 不知道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不要從只有一個面去看一件事情 因為你要說鎮壓 美國也有鎮壓 日本也有鎮壓 台灣也有鎮壓 那鎮壓就是一定會有人上升 這是一個不幸的事件 但是你要去了解他的前因後果 然後跟他的中間的一個發展過程 必須得講鎮壓是一個 最不得已 也是很不好的手段 那這就是溝通無效 才會發生的一個事情 平心靜氣來看這個事情 有啊 有些壞事是不得不為的 我常常在講 發展這種東西 不是只有一條直線 美國的民主發展 都是漸進式的 剛剛獨立建國的時候 只有誰才有參政權 有錢白人 然後是男人 他是慢慢慢慢才開放啊 所以說有時候歷史上的事件 其實有時候他是不得不 你新的觀念跟舊的觀念 會不合 有時候很難溝通 因為你當下方在鄧小平前面 他能做的選擇很多 那我們從一個比較 中立客觀的想法來看 因為正反雙方的意見 其實都要看 那當然他有悲劇的部分 然後他也有他的一個 不得不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穩定的部分 我們從一個比較全方面的 這個角度來看 那各位同學 不知道你的意見是什麼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呢 這一場事件呢 帶來的影響 如果沒有這個事件 或者是說 如果沒有鎮壓 會有怎麼樣的一個發展 你覺得會怎麼樣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洪老師 然後如果你覺得 這個影片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也歡迎訂閱按讚 然後呢 分享給你覺得會 對這個話題 會有興趣的同學們 感謝洪老師 下次見拜拜 掰掰 哈囉大家好我是洪老師 嗨我是翔老師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介紹的東西是什麼呢 喔這個很好吃 對 有關於我們的醬料宇宙 醬料宇宙 那這是叫小販家的櫻花蝦的黃金干貝醬 那這個是 干貝小魚醬 那這是我們現在呢 目前為止在幫忙推廣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老師呢 是吃到東西會有過敏的 老師你這樣講不行 現代神農制 對 然後就是說 我如果是外面的 那些所謂的很便宜的 有那種九十五塊了 然後一百塊一百 一百出五塊了 我真的吃下去之後 就真的就是會 會有那種反應 對 然後大家呢 如果真的就是說 要吃真正的好的 那種我們的干貝醬 小魚醬 SO醬的話 就真的來參考一下我們的醬家五重 這是有小販家 這個在我們的網路上現在都有 那 我們會把購買連結 會放在我們的 特製的影片的下方 那如果點網連結 進去購買的話 就會有我們粉絲的特別優惠 這個消息呢 告訴大家 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支持一下 因為喔 你看醬的嘴角還有一個 剛剛有差別 對我們剛才才吃 真的好吃 味道非常的濃郁 而且它不太食料 重點是天然 食料 然後不要加一些加工 真的要來支持一下 我們這些所謂的天然的 純天然的這些廠商 醬料 加料宇宙 然後我們的 櫻花蝦醬 然後還有干貝醬 小魚醬都很好吃喔 有興趣的話 請點我們下面的連結 功能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羅文豪公民頻道 已經開啟加入會員功能喔 只要加入會員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 會員專屬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點擊影片下方 訂閱按鈕旁邊的 加入會員功能 就會看到許多的 專屬會員的功能介紹喔 製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